全油管最快新闻,北京时间11月25日,亚足联对中国国脚维世豪的亚冠赛场暴力行为做出处罚,他将被禁赛三场并罚款1000美元。 这起事件发生在武汉三镇俱乐部与河内队的比赛中,维世豪的踢头动作引发了球员冲突,最终被裁判直接红牌罚下。 这次处罚使得维世豪将缺席剩余的两场亚冠小组赛,给了武汉三镇出现形式带来了困难。 此前,维世豪表现出色,为中国男足国家队送上了助攻。 维世豪的伤势不影响他参加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